武松蹲在地上 用鼻子使劲闻了闻牛肉的味道 管着呢 先吃饱了再说 说话间武松便将美食摆好 接着又倒上一碗烈酒 用手抓起一片牛肉便开始了大块滚 待酒足饭饱后 牙医拎来两桶热水 请嘟头洗 怎么 还要把我胃饱洗净下手 管一向后吩咐 嘟头请 哼 老爷又不怕洗 就在这时 小弟又往屋里搬来一个浴盆 将刚才的碗筷收拾干净 便开始往盆里倒入滚烫热水 待跑完早后 牙医不知从哪里又弄来一张搓澡床 准备给他做个全身按摩 武松见状并未多想 躺在床上安逸等待伺候 就在手下搓澡之际 却听到旁边传来阵阵呼噜声 原来是武松在床上睡着了 次日中午 只见一碗白米饭的旁边 摆放着红烧肉与羊蝎子 武松误以为这两顿饭乃是断头饭 于是他也懒得多想 加起一块五花肉放到嘴中细细品尝 可到了第三日 牙医依旧给他送来大鱼大肉 却可把武松给整迷糊了 顺势将送饭的伙计牢牢抓住 为何每日给我酒饭吃